內地十一場假期展開 在北京由於不少景點都實施提前預約 和限制人流等防疫措施 假期首日未如以往人頭湧湧 又相互擔心遊客減少影響生意 住北京記者王秦漢報導 北京天安門廣場 早就有大批遊客在外面排隊 等候安檢入場 但在另一個著名景點景山公園 入園的遊客就不多 登上萬春亭撫嵌紫禁城的人 亦比以往少 而在景山對面的故宮 入場人士需要優先在網上預約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北京的故宮 可以見到現場並未出現人頭湧湧的情況 有遠道而來的遊客就跟我們說 疫情期間出遊和以往的分別不是很大 他趁十一場假期間來到北京旅遊 就是想感受一下節日的氣氛 也有遊客覺得國家防控措施行之有效 令他有信心出來遊覽 有附近商戶就指內地部分省市仍然有疫情 來北京的遊客減少生意多少都受影響 十一場假期間市內部分路段實施交通管制 多條巴士路線臨時改動 公園和博物館採取限制人流 網上預約和錯風出遊等措施 旅客亦都需要遵守一系列的防疫規定 北京當局預料10月1日至3日、5日至7日 北京站、北京西站、首都機場和大興機場等 會出現客流高峰 鐵路部門就預計 長假期間 全國鐵路載客量將高達1億2700萬人次 單是10月1日就高達1500萬人次 有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黃秦漢報導